赛斯丰俱乐部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还是很感谢我们的赛斯丰俱乐部 赛斯丰俱乐部 各位赛斯丰俱乐部 他们真的是蛮疯的 因为他们不是只是从台北封到嘉义 上次我到北京去 北京 北京 他们也封到北京 而且我上次跟他讲过一个笑话 因为台湾人就很天真 他们到北京就住在我要录影的 旁边的一个酒店 一大早要去参加许医师的活动 在那边的一个录影的节目 一堆人就很高兴 红布条就拉开你知道吗 赛斯丰俱乐部 红布条就拉开 就是那个红布条有没有 大家再看一下 红布条就要拉开了 就在酒店门口要抵上了你知道吗 结果我们大陆的同学 就赶快跑出来说 你们要干什么 他说我们要拉红布条拍照啊 你说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北京 你们知道这里是中国大陆 是哪一个党领导的吗 共产党在北京天子脚下 拉红布条 你们要不要命啊 就赶快叫他们把红布条收起来 各位 因为北京非常的敏感 是政治中心 只有这群可爱天真的台湾人 要拉红布条要照相 等一下全都被抓到公安局了 这有点小小的开玩笑 那后来再过一个月到马来西亚去 在马来西亚又遇到他们 然后现在又在设计我 所以要去阿拉斯加的邮轮 许医师想单纯去玩 他们竟然不放过我 就在那边先斩后奏 说那既然都是玩嘛 那每天播两个小时 来开工作坊好不好 害我这样子 其实要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 又就是这个妹 大家我都给他们陷害 你叫许医师领导人 叫我都叫他们领导 你们不知道 大家好像说大家都听我的 其实我都给大家设计 你们不知道 做这个当事上是知道 常常都带大家去摔摊 每次都在设计我 每次就在 大家设很多圈跳 让我跳这样子 然后妹就在那边说 什么坐阿拉斯加的邮轮 什么启动海底轮 那邮轮跟海底轮有什么关系 两个轮有关系吗 难道坐在车子有四个轮 启动麦轮就比较容易吗 所以以后麦轮是不是都要坐车的时候才能启动 因为有四个车轮 就在那里抗拖 你知道吗 抗拖说阿拉斯加的冰山 做练习 每天开两个小时的工作坊就好了 威胁我 说许医师你如果没开我就没开了 那有他帖吗 你知道吗 你看我的学员 这个多恶劣你看 好啦 这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赛斯丰俱乐部 真的是从南到北 从国内到国外 好 那我们开始来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 大家知道是什么主题吗 来 有谁记得的 就是好像什么 心灵的 丰盛 真的可以转成这个财富的丰盛吗 就是心灵的丰盛 真的会转成这个财 财物金钱的这个财富的丰盛吗 好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针对这个主题 来跟各位分享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还是先回到 赛斯心法的本质 那我记得我在 好像第二本还是第三本书 叫许医师安心楚方 那我记得里面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叫佛陀是全世界最贪心的人 我不知道各位记得这篇文章吗 好 这篇文章叫 佛陀是全世界最贪心的人 好 为什么我写这篇文章 好 我跟各位讲他背后的 利论是怎么样来说明的 大家知道佛陀在当年是一个 王子吗 好 那据说他在 好像不知道青少年之前 从来没有出过皇宫 也没有看过乞丐 也没有看过穷人 也没有看过生病的人 所以好像他这一辈子 在青少年之前 从来没有看过老病死 生老病死都没有看过 那后来好像有一次佛陀溜到 皇宫外面去玩 第一次看到众生的状况 他吓一跳 原来真正的世界是有生老病死的 原来当一个人 你今天不管你多有钱 你最后一定会死掉 今天你不管你有多有钱 有一天你可能会生病 而全世界最公平的是 你没有办法用钱去买另外的人的命 来让你续命 各位了解吗 全世界最公平的 你没有办法用钱去买到命 所以后来佛陀为什么开始追求修行 因为他发现 就算有一天他当国王了 这个国王有一天会不会死掉 他会不会失去生命 会 就算他当了国王 拥有全世界的财富 他有一天会不会失去这个财富 就算他今天青春美貌 有一天他老了 会不会老嬷嬷老扣扣 啊体弱多病 会不会 会 所以佛陀很聪明 他发现 所有人一辈子在追求的 比如说财富 各位那不是究竟 当了国王有一天你会死掉 那如果你没死掉 万一你的王国被人家侵略了 你不但国王当不成 你还会变奴隶 今天就算你健健康康 有一天你会生病 躺在病床上 各位 今天就算你幸福快乐 哪一天遇到了悲哀 遇到了灾难 遇到了所有的不顺利 不如意的事 你一样会痛苦万分 所以佛陀产生恐慌 恐慌 所以佛陀产生恐慌 产生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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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开始想要寻求解脱 那各位 我讲过 很多人在过去修行的时候 是误解了修行的含义 你们以为解脱 就是什么都没有 对吧 各位你们以为修行 就是我不要金钱 我不要名利 我不要地位 各位 是吗 好我先讲个笑话 佛陀后来不当王子了嘛 假设他最后成佛了 请问他有没有得到地位 所有从古到今 最好的都要献给佛 请问他得到了财物了没有 我们不要讲佛陀入灭 佛陀在入灭之前 他的钱应该就多得花不完了 没错吧 他说法49年 刚开始日子还蛮苦的 叫苦修嘛 后来他决定不要苦修了 接受一个牧养女的供养 后来在菩提处下开悟 明白了吗 所以我再跟各位讲 佛陀在死掉之前 他的钱应该多得花不完 当然他不在乎这个钱 这是另外一件事 再来他有没有名 所以如果以世俗角度来讲 他应该是名利双收 好 好我们再回来看喔 很有趣喔 很多人以为修行 是我不要金钱 我不要地位 我不要家庭 我不要名利 好各位 我其实第一个告诉你 这个观念是错的 因为人活在世界上 好我先开玩笑讲一句话 有一个我们的学员 他以前一直以为 寺庙跟修行人 是最不爱钱的 后来他发现他错了 全世界最爱钱的地方 有时候 我不是做每个地方啦 有时候是寺庙 他进去里面的捐款箱 比佛像还要多 有时候他进去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寺庙 他吓一跳 他不知道他要对着捐款箱里佛 还是对着佛像里佛 因为到处都是捐款箱 然后在法师要开法会的时候 第一次的是贡一百万 第二次是八十万 第三次是六十万 没关系的是在走咖 是在做人没鬼的 连一个鬼都没 各位 我没有举特别哪一个寺庙 但是这个人的回应很好笑 我说怎么会说 收乘人没钱 有时候收乘的 说没钱的最贵 各位 男人在外面 花钱的都不贵 不花钱的老婆最贵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个人如果在你们老公做会 如果要钱的你都不用烦恼 不爱钱的最贵 各位 所以我们常开玩笑 不要钱的是最贵的 不要钱的是最贵的 婚姻就是这样子 婚姻登记不用花钱 可是最贵 你看多少 美国的有钱人 一离婚都要付几百亿 几百亿 几千亿 不要钱的最贵 这一点很开玩笑的 回到刚讲 所以过去你们以为修行 是不要任何的名利 各位 错了 后来我就在揣摩佛陀的内心 各位 他不要去抓住 他觉得 会失去的东西 就好像我以前跟大家讲 在网路上看到一句话 很有趣 他说所谓的铁饭碗 不是去找一份工作很稳定 养你一辈子 所以铁饭碗是你到任何地方 你有一技之长 你都怕不怕赚不到钱 各位你知道是吗 铁饭碗不是说这间公司 你进去 你进去 红达店 台店 Sony 邮局 以前我们是找一间公司 你叫铁饭碗 对吧 做老师 做啥 一辈子就不用奋斗了 找到铁饭碗了 可是 网路上那句话 他说不是这样子的 铁饭碗是 你有一技之长 你有对自己的肯定 你有自我价值 以至于 你到任何地方去 你都可以养活你自己 而且都可以做得很好 这叫铁饭碗 好 我们回到世俗层面 佛陀看到了 青春是短暂的 佛陀看到了明根立 是一个现象 所以佛陀的开悟跟解脱在于 他并不执着在金钱 而他要学会如何创造 各位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佛陀想要学会如何创造 今天如果一个人有创造能力 各位 有创造能力 好 我先再举个有趣的例子 大家如果注意社会新闻 最近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新闻 蛮有趣的 就是有一个叫徐从仁的人 徐从仁 以前是把7-11做起来的那个人 把7-11打造到 好像什么年收入2000亿还多少 我搞不清楚数字啦 反正7-11在徐从仁的手底下 整个蓬勃发展 最后功劳再怎么大 也比不过家族的一场会议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黯然的离开7-11 好 那最近徐从仁被聘到哪里去 全联 因为全联的董事长 三顾毛炉 重金礼聘 挖角他过去 给他钱又给他股份 他让他入股喔 那显然他是不用出本钱的 他让徐从仁入股全联 来当全联的 总经理是吧 总裁 然后在记者会上 都给他去讲话 他知道都交给他了 各位 人家为什么这样对待徐从仁 因为你有栽调 你有栽调 你有栽调 你有创造力 你能够把统一集团 把7-11 打造成台湾 首屈一指的 各位 那因为他看到了 徐从仁的才能跟创造力 所以人家愿意用股份 来给你 人家愿意让你来当总裁 当CEO 好 我再回到佛陀那个部分 基本上佛陀发现了 所有世俗的现象 包含肉体 有一天都会崩解 都会崩解 好 那这里 最近 这个网路上也有一则故事 也很好笑 好 就有一个人 如果他心中很不平静 很多愤怒 他就会 时不时的去火葬场 去参观 好 这个人很无聊 你们每个人都不喜欢去火葬场吗 去过几次的人 最近就很难再吃烤肉了 真的 刚去火葬场工作的人 大概前半年都很难再走进烤肉店 也每天都在闻烤肉的味道 各位了解吗 就像我跟大家讲过 那时候我在台北医学院 我们大二开始解剖嘛 刚开始解剖的时候 我好几个月没有办法吃鸡腿 每次看到鸡腿就想到我解剖的那条腿 所以好几个月我没办法吃鸡腿 好 这个人每个一阵子就去参观火葬场 不管年轻漂亮 不管青年才俊 德高望重 家财望贯 名利双收 不管人好人 大体推进去 出来就是一堆灰 那个人说他很喜欢看那个画面 各位不是他有病 不管爱得多深恨得多深 跟你恩怨情仇的 三十年不讲话的 进去出来就是一堆灰 这样简单说 你的人生还有什么价格的 你想爱的人 有一天也会进去出来变一堆灰 你想万分的人 一天也会进去出来变一堆灰 最后最重要的 有一天进去出来变一堆灰的人是谁 就是你 在座的任何人 包括我 包括佛陀在内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命运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个人说他很喜欢看这个画面 因为看完了 整个人心情就放下了 最近就很不舒服了 你知道的意思吗 你如果对你头上很不舒服 你就想像你头上进去 出来变一堆灰 你如果对你老公对你老婆很不舒服 对你老公很不舒服 你就想说你老公散进去 你的老板 吹进去出来一堆灰 各位你还知道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跟你的邻居抢车位都抢不到 你就去火葬场想像你的邻居出来一堆灰 你心里就平静多了 好 这个是有点开玩笑的 但是这个人很好笑 他说他 当他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 真的他的心情就平静了 有什么我都平静 这些人还有什么更重要 人就里面出来一堆灰 各位 那你还要说什么 你还要说什么 对不对 你还要说什么 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人 你没有什么好生气的人 甚至你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人 我刚刚讲 你爱也会变一堆灰 你万分的也会变一堆灰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以前我们台湾话讲一句话 烧成灰也会认得你 各位 烧成灰 以前是说DNA鉴定啦 你烧成灰 怎么认 怎么认 你认给我看 对 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台南的新闻嘛 台南 玉井那边不是之前很多那个 那个什么 芒果吗 种在那个墓园上面的芒果吗 大家知道台南玉井那边 有一片那个公墓 公墓 然后上面就被农民种了很多芒果树 结果听说那边的芒果又大又肥 玉井的芒果又大又肥 去年就被踢爆了 说大家吃那个玉璃的 玉井的那个芒果 叫做什么 施肥芒果 施肥的施啦 施肥 因为那个芒果 金都藏在地下 藏在冬茶里面 都吃那个施肥的肥 所以芒果都很大而已很肥 各位 所以去年台南的玉井的芒果 因为这样子大跌 大家吃到那个芒果 这也不知道带一个施肥的肥 叫施肥芒果 好 结果今年 玉井的这个农会还是干嘛 就把所有的 这个 在公墓上面 他们农民 这个 倒种的 就是 就是 利用那个 利用了这个种的 通通把它砍掉 来挽救 玉井芒果的名声 好 不过我们讲句实话 啊 这个芒果 哪里不对 啊 就是你 台比较多 到台比较少 土到月也是流来流去 你知道意思吗 只是施肥浓 还是蛋而已啊 只是你吃起来会毛毛的 各位了解吗 因为这些人 人在土里面 入土就变土了 不是要怎么 我个人倒是觉得 那个芒果树很可怜啊 那些芒果树 也没犯什么错 对不对 对 好啦 这是另外一个开玩笑的 好 再回到我们的佛陀 佛陀知道 世今所有一切都是假象 各位 所以他要追求的是什么 创造的能力 我跟大家讲过 今天如果我有 创造财富的能力 那么我到哪里去 我不会担心没有钱 有没有 今天如果 我有把妹的能力 把妹 把妹大家知道吗 就算我被放逐到国外 放逐到非洲 我还是可以把到黑色的妹啊 对不对 今天我有把妹的本事 我的英文够好或够烂 都无所谓 把我放逐到美国去 我可以拔到一个金法碧眼的妹啊 对不对 今天 我有表达自己自我展现的能力 我何需要这个小团体里面跟你争我夺 各位 就是我们说的蓝海策略嘛 我们说过去的天地一杀欧 月纳山 你记得吗 月纳山后来走上解脱成道的道路嘛 因为他变成一只神欧嘛 神欧 海欧变神欧嘛 因为其他的海欧都在甲板上抢沙丁鱼 抢面包屑嘛 因为月纳山开悟解脱 他有神通啊嘛 天地一杀欧 所以后来天地一杀欧 他飞到世界任何地方 他可以潜水潜到二三十公尺 要抓海王他也抓有 各位听懂吗 后来天地一杀欧 甚至有神通 可以转移到另外一个星球去 他可以碰别人一下 把别的海欧给伤给治好了 变海欧中的耶稣 海欧中的佛陀 各位 你如果忘记了再回去看那本书 天地一杀欧 你们的书架上应该都还有 各位 月纳山这家天地一杀欧有神通呢 因为有一个年轻他的徒弟 不小心在练习飞行的时候 撞到山崖 还有隆石了 他再摸一下 好起来 竟然他有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 穿梭时空的能力 然后所有的海欧都要去抢那些沙丁鱼 有没有 他不用 他可以潜到海底下 20公尺30公尺 要捏了什么都有 他要吃黑鱼 也可以抓到黑鱼 一只海欧喔 我不用跟你们抢 各位了解吗 因为他已经让自己得到解脱了 得到解脱了 好我们再回到佛陀 所以佛陀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所有我们在追求的 早晚会变成虚幻 所以他开始去了解 什么叫做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 什么叫做本性 什么叫做创造力 后来当他开悟解脱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执着在名利 因为他随时随便抓都有 各位 今天我如果开玩笑讲一句话 假设许一世有一根手指头 一根就好了不要全部 全部就很麻烦了 如果我有一根手指头 碰到什么 什么都变成精致 各位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假设我有 我一定要比这一根 如果许医师这一根手指头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他没有 所以我们才这么愤怒嘛 如果我的这一根手指头 碰到什么 碰到什么 什么都变黄金 对不对 但是我吃饭的时候 我可以用套子先把它套起来吗 没得我的筷子 我的碗 我要夹着 饭菜都变黄金 对不对 我把包起来可以吗 我自己 很不好意思 我自己的筋头 我这一根手指头 如果碰到什么都是黄金 各位 请问 你 从今天开始的命运 有没有不一样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你如果会去上班贪金 我盗手指头给你 你如果会去抢拼 你如果会去吃头路 你如果会去探厕 抛大学 我盗手指头给你赚 是怎樣 是怎樣 不需要了嘛 你薄的比較好 我碰到什麼都是黃金 我開銀樓就好了嘛 你知道意思嗎 我開銀樓我就歡迎大家來唱嘛 你要唱多少我都無所謂嘛 你知道意思嗎 各位了解嗎 你要唱多少我都隨便你 因為你要讓你唱完 我看家裡什麼瘋瘋的 我就會變黃金啊 各位我現在說的 有一點類似這個含義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說的有一點類似這個含義 如果我的哪一根手指頭 我不要叫大家一起伸出來 跟我一起比 這樣這個場面太猥褻了 如果我的這一根手指頭 碰到什麼東西都可以變黃金 各位 當然我一定要把它保護好 不用剁掉 但是我一定要講 被剁掉之後沒有功效 一定要連在本人身上才有功效 預防我的手指頭被大家砍掉 所以要做好保護自己的措施 如果我的這根手指頭碰到什麼都是黃金 各位我們假設這個假設是真的 請問你們在座每一個人 你的名字有不一樣嗎 我就會說你這四人 再也不用為一毛錢而奮鬥了 沒錯吧 你這一輩子再也不用為任何一毛錢而奮鬥了 甚至全世界的財富放在你面前 你會覺得有什麼抓不去 喝什麼 全世界的財富放在你面前 你也沒有放在眼裡 為什麼 因為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會去桌大別人有錢人嗎 不會 看你三的是豬油塔 或是日上的你就對這支 對你的車子摸下去 整台車就是變黃金 各位這有點開玩笑的 但是假設你具有這個能力 那我會跟各位講 全世界所有的財富在你面前 應該就你不會放在眼裡了 你這一輩子再也不會花一個力氣 再也不會花一秒鐘去賺錢 因為不需要了各位明白嗎 好那我用這個比喻來講 雖然有一點遙遠 但是我願意用這個比喻 賽斯心法就是在練這根手指頭 就是在練這根手指頭 所以以前我跟大家講過 賽斯心法就是在學習創造力 所以今天的主題在於 各位你知道我是一個醫生嗎 後來我幫助人家恢復健康 已經不是用傳統的西醫的方式了 好我再教人家恢復健康 是如何打開這根手指頭 各位我說的是創造力的意思啦 是如何幫助一個人 從他的頭腦的恐懼 頭腦的害怕 頭腦的擔心 回到心靈的力量 心靈的自我療癒力 心靈的啟動 內在的潛能 而把一個人的疾病 治好 各位明白嗎 我們賽斯思想在學這根手指頭 因著我們今天的主題 心靈財富真的能轉成 世間的財富嗎 各位我會說百分之百yes 答案是絕對yes 但是問題在於 我以前跟他講過 我不要各位你們學心靈的法門 只是為了創造物質財富 好這裡要分三階段 各位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 如果對於我們講真的貧窮的人 真的每天被錢所逼 比如說帳單付不出來 你過的日子滿窮苦的 或是你努力工作 光是養活自己都很困難 你常常被錢追著跑 各位你常常被錢追著跑 也許也包括吧 可能也許你是個有錢人 可是你欠你堂的錢更多 理論上來講 你經常為錢所困 為錢所困 好那這一類的人 你學習賽斯心法 你會有一個目標 我能不能用賽斯心法先改善我的經濟 改善我的財務壓力 能夠讓我至少不用為五斗米折腰 讓我不要老是跟人家借錢 讓我的孩子能夠上大學 甚至能夠出國念書 讓我不是每天做著我不喜歡做的工作 而根本沒有精神沒有力氣 去聽個音樂會 來聽個許醫師的講座 比如說各位假設你今天你要去忙著賺錢養家 你今天沒有去工作你還不了債 你今天怎麼會有時間來聽許醫師的講座 今天你如果買一個便當 五十塊你就沒錢 你怎麼可能買許醫師的CD比較差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嗎 今天你如果連腰就腰到死了 你根本就沒錢吃飯了 你不會有錢去買書 你不會有錢去買CD 你不會有錢去參加工作坊 不會的 因為你認吃飽就吃不飽 你忙著賺錢 你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你就沒有飯吃 所以各位 當你是這個階段的人 對不起 賽斯心法對你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 因為賽斯心法對這一類的人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所謂的脫貧 各位脫離貧窮 脫離貧窮 好 那你們以為脫離貧窮 那就是多念書嘛 努力工作嘛 各位不是喔 誰不知道脫離貧窮就是多念書 多努力工作 各位你知道我是一個精神科醫師嗎 最近有一個患者來找我 大概38歲吧 他十年前是一個軍人 可是開車撞死人 賠了將近三百萬 三四百萬台幣 從那天開始 他就自責自暴自棄 酗酒 疑障 即興疑障岩 四到五次住院 連命都快沒有了 他想不想工作 想 他想不想賺錢 想 他吃不到再喝下去 他會死掉 知道 可是他有辦法戒酒嗎 戒不了 好 早上酒就在哪裡 來喔 來喔 來 大家喝下去喔 喝下去你就鬆了 喝下去你就可以 麻煩麻煩了 你知道意思嗎 每天早上一醒過來 酒再跟他說話了 來喔 來喔 快點來打開 我來洗便宜在門裡面 快點來找我 我在家裡 快點來找我 你知道那時候嗎 他想借 借不掉 他想努力工作 想當鬼一個負責任的先生 負責任的爸爸 他做得到嗎 各位 做不到 好 所以很多時候 你們以為賺錢就是賺錢 不對 各位 賺錢是一個創造力 我再舉個例子 讓各位明白我的意思 那天有個患者來 掛我的門診 他的身家好幾億了 他跟我講 當他在 25歲 30歲的時候 給自己立個目標 他要賺1000萬 很快就達到了 後來他說他要賺到3000萬 也很快就達到了 現在全家移民到海外去 他身家好幾億 可是各位就很奇怪 他為什麼要來看我 因為他10年不快樂了 那我說那你怎麼解決你的不快樂 他說許醫師我告訴你 我找到一個方法 我說什麼方法 他說他設定他要賺1000億 看看有個目標 會不會不會那麼不快樂 可是後來跟我說 他還是很不快樂 他在跟我講他致富的過程 也投資失敗過幾次 那時候2008金融海嘯 跟有一次他的公司 好像出了什麼事情 股票大跌 各位 他說他的致富 是當每次遇到危機的時候 就拿房子去貸款 一兩千萬全部 身家壓進去 全部的身家壓進去 像那時候金融海嘯 大家都在撤退有沒有 他就趕快賣房子 籌現金全部的身家壓進去 剛開始失敗一兩次 背了滿身債五六百萬 到現在他越做越好 好幾億的身家 甚至全家移民到海外去 各位 好 今天 我不願意說 他今天賺這麼多錢 是對還是不對 可是各位 我看到了他的什麼 冒險跟勇敢 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也不是說冒險跟勇敢 要大家去賭博 把你們的身家都壓進去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要問的是 你是不是這樣的人 你想不想走這樣的路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你們有些人你們不願意 你寧願一個月五萬三萬慢慢累積 明白嗎 你不想冒險的 你不想冒險的 好 像我在看那個個案的時候 好 我就會第一個想 人家有錢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人家敢把身家壓進去 各位明白嗎 人家敢冒這個險 人家敢冒這個險 好 我沒有說他對跟不對 我在說的是 任何東西 你要得到你要得到的 其實你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 這是不是你要得到的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也曾經問一個個案 也是個成功的商人 我問他說 你想成為郭台銘嗎 他說不要 因為他認識郭台銘 因為是生意的夥伴 他說我財票跟老郭一樣 都五六十歲了 每天忙得像一顆球一樣 錢都花不完了 每天在開會 每天在那邊想要公司的盈餘多少 每天在想他要代工 每天在想他下一個階段的佈局 然後一架私人飛機 全世界飛來飛去 他說對不起我不想成為他 各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當我們在說 我們想要很有錢 各位 那你就要問你自己 那真的是你想過的生活嗎 好 與其說你想要很有錢 我寧願說 你選擇你要過哪一種生活方式 各位明白嗎 好 比如說我剛剛跟各位講 好 假設我們現在講天方夜譚 突然有一天你一早醒過來 你的這隻手 碰到什麼都變黃金 各位 當然你會很快樂 再來你可能也很痛苦 為什麼 好 因為國外有一些案例 有人中了比如說十億的樂透 結果在幾年內花完 然後暴斃而死 流落街頭變流浪漢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嗎 以前我跟大家也講過一個案例 十年前 華人首富李嘉誠的兒子李聚責被綁架 搶匪跟他要了二十億的港幣 合台幣乘以大概四好了 大概八十億的台幣 那個搶匪 李嘉誠二話不說 給他二十億港幣 合台幣大概八十億 你知道那個搶匪 在多少的時間內花完嗎 一年多 後完之後打電話給李嘉誠 你是怎麼投資的啦 你怎麼越來越好走 我去年幫你勒索 八十億我花完了這樣 現在是要怎麼 各位 這個人有夠傻味 勒索人的兒子 又把人勒索的錢一年來花完了 又腳上去問人家 你是怎麼投資的啦 各位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有時候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 是你要過哪種生活方式的問題 好 各位 另外一個 我們再回到那根手指頭 後來 佛陀終其一生在學的是什麼 心靈的創造力 學到哪一天 好 我就像天地一沙歐 我今天要吃什麼 要用什麼 我有資料去得到 我有資料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美鳳姐經常說 在情財 在鬥爭 在你爭我奪 有時候在開玩笑說幾句話 那是什麼人做的事情 沒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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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吧 各位 今天 如果說一個情財散的孩子 說 那 雖然不多不少 這個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這個 多少錢 但是我如果有資料 我今天不需要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如果有資料 我今天需要 把人拼到這樣 在那邊撕破臉 在那邊你爭我奪 在那邊找出所有的理由 公平不公平 各位 我另外講一句實話 一世人都在亂探 公平不公平的人 我不是說你對還是錯 請回來看 你是不是不知道 一世人在亂探 有說不不說不 一世人在亂探的人 好 各位 我也遇到過這樣的個案啊 亂探什麼 亂探老婆老婆不夠好 有啊 有啊 像我最近輔導一個個案 他前一陣子 父母親送他去國外遊學 不是留學是遊學喔 遊學一年 好 然後在美國那邊買了一輛這個 M3 M3 就是那個 BMW裡面 那個 三字頭最高級的 好 如果原廠原裝的台灣一台 大概也要 六百多萬 M3 他到美國遊學一年 他們老婆就在美國買一台M3給他 好 遊學一年回到台灣的運回來 所以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 開著六百多萬的M3的跑車 好 以前也跟大家講過一個實際案例嘛 好 這個費玉清對不對 好 有一次好像費玉清過生日吧 還是他的這個張飛 大家知道費玉清是張飛的弟弟嘛 然後費玉清沒有結婚沒有小孩嘛 還夭壽好走 因為他早年投資房地產 中校動物不知道幾棟都是他的 阿費玉清也沒有小孩 聽說也很節省 永遠都是那套西裝嘛 也不太花錢的樣子 好 有一次好像張飛他哥哥的兒子過生日 還是他自己過生日 啊 錢小姐沒得開嘛 好 所以他買給張飛的兩個兒子 一人一輛BMW 當然送給他們做生日禮物 好 是叔叔過生日送給他們禮物 各位 你有這款叔叔嗎 你有歌安四身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各位 但是我們這樣講 如果這個人 從小到大你活在很多的憤怒 怨恨不平衡 我們說輕鬆嫁好 抱怨好 各位 好 我不是在攻擊你 也不是在搓你傷心的地方 請你回過頭來想另外一件事 人說人家的好兒子 喜歡嗎 喜歡的話怎麼樣 爸爸買給你 你有這個爸爸 我沒有 各位了解嗎 我爸爸最近 聽說也要送我一輛車 送我一輛車 因為我爸爸前陣子 興致勃勃嘛 為自己買了一輛車 叫阿米亞 亞瑞斯 亞瑞斯 賣賣才發現大家 腳麻不能塞 知道嗎 大家說腳麻不能塞 穿鞋子就不知道有穿或不穿 這是要怎麼塞車 腳麻不能塞 結果腳麻不能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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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你要拿去塞嗎 各位 我一則以洗一則以優 洗的是 你看 我爸爸也可以送我一台車 但是優的是什麼 為什麼不是BMW 今天如果是不用擁有的 不管搭一劫的 我們再考慮看看 今天你送我一支 Yaris 雖然我們人也是小顆子 開Yaris也是不錯 我們不是說一定說要多豐盛 但是稍微有一個遺憾 你知道嗎 我沒有跟你吃 還不行 我跟你吃 我還會稍微看 萬壇萬壇 今天如果不用擦 如果不用擦 如果不用擦 如果米冷 倒冷 或是一半米冷 爆倒冷 我們都會說還不錯 我們買一台車沒要塞 然後就讓我們塞 我們就多少塞 對不對 雖然我們很勉強 但是我們也很爽就對了 但是你現在 讓我一支Yaris 要塞也不是 不塞也不是 考慮母子很趣 我媽就是那種白木道 讓人家會想揍他的人 我媽媽一聽到這個消息 他第一句話說 你叫我錢你送給你們家 你們家就想要塞嗎 你們家塞的車 怎麼有這個班 你叫我錢你不愛塞 人家就要塞 我媽媽就是這樣 一四人 所以當我爸 買下你知道嗎 好 你就這麼實在要塞嗎 你這麼實在要塞嗎 所以你想要你們人不疼 你就是這個原因 你說話你就不會跟人家疼吧 你說話就這麼實在 你知道嗎 好 好 回到這個部分 各位 喜歡嗎 爸爸買給你 但是 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這樣的爸爸 但是各位 今天你如果有資料 為什麼不是你買給你老爸 為什麼不是你買給你老爸 是你老爸買給你 但是我如果要不要說 我都說 我都說 你老爸買給你 我買給你 你帶你原來要去買 Yaris的錢 你說你 Yaris他買六十二萬嘛 你六十二萬 你繼續出 其他不一樣 我帶你貼 我都說 各位 許醫師以笑著稱喔 不是那個好笑的笑喔 是笑到的笑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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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